汉德森市警局周一公布了一起女儿冷血弑母案的嫌犯资料 26岁的卡弗莱上周二打911报警 坦诚自己亲手砍杀母亲70刀 甚至在警方到场时还说 请确定她已经死了 卡弗莱事后对警方辩称自己怀有躁郁症 据指出 目前被拘押在汉德森拘留中心的卡弗莱 上周二中午约12点半时遭到警方逮捕 调查人员在她位于罗斯大道与百慕达街附近的住处 发现她65岁的母亲 上半身有70处刀伤 浑身是血沉湿在车库 想收看更多维加斯华文短片 请浏览新闻王 LVCNN.com 谢谢